網友,現在無段的設計 大家好,我是無間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新手非常非常重要的三個入門的邏輯 從建築或室內設計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不過如果你今天要去面對一個從建築走到室內設計都要面對的東西 這是個非常好的案例 我來看看 你看從外觀來看 它是一個建築體 這個建築體我們可以看到這個3D裡面 可以看到這個建築物 它必須要去面對圍牆裡面的架構 還有這個房子的外觀 房子外觀裡頭可以看到它走到裡面去之後 可以看到裡面 它會有一些空間要去處理的內部架構 還有它鐵捲門的位置 那我們走到這邊來看 從這裡 從這邊這個縫隙往內走 走進去之後 因為這是3D的架構 所以它現在看到的是一個整棟的房子 從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要談的東西其實是一個整體的內容 那我們回到這個本身的模型來看 它其實是一個整體的 模型的外觀到內部到天花板到屋頂都要處理的細節 那我們來快速看一下它的樓層要怎麼處理 你可以看到它本來有基地 我們把這個基地先拿掉 它其實是一個整體的 整體的 從長到尾 一個蠻普通 蠻正常的藏屋 那這個藏屋呢 它會需要有一個停車出入口 旋關入口 然後進到裡面會有這個 汽車的收納櫃的一個櫃體 然後進到裡面 這邊會有它的水池 然後一樓的客廳 小書房 電梯 樓梯的這個U型樓梯 還有一個廁所 那走到二樓可以看到它的空間 會從樓梯上來之後 進到一樣的廁所 廚房、餐廳 以及個大客廳 並且它有個外部的陽台 然後再往外看 可以看到這邊 三樓呢 進到這邊有個玄關空間 那這邊會有一個 晚衝的內容 進到這個主臥房 並且進到它的主臥房的浴室 還有一個大的泡澡缸 然後走到四樓呢 可以看到上去之後 它這邊會有一個隔間隔起來 來增加一個所謂的起居室 然後是另外一個孩子的空間 那走到五樓之後呢 它就往上走 是一個開放空間 這邊是水塔 設備空間 然後這邊有個佛廳 然後再走到外面 這邊有個戶外的露台 所以我們從3D的等到圖示來看 剛剛這一段 就可以看到這所有的內容 那這邊呢 其實在理解這個之前 我們可以看看 這邊有個佛面框 打開這個來看看 我們把這個架構打開 你看到這個框打開之後 你可以先取消隱藏元素 基本上就可以看到這邊的內容 那你就可以把它給握進去 看看我們剛剛說的這個內容架構 它所有的東西都是被架構好的 而且你也可以清楚的看到這個內容 那我們現在介紹完前提之後 跟各位理解大概要怎麼樣開始 那同時這個也是我們新手專屬的課程的一個教材 那這個教材會讓各位可以看到 它大概怎麼樣從沒有到有出現的內容 那一開始要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新手最不懂的就是說 那我到底怎麼樣開始一個架構 我們快速來看看地方 我們先開個簡單的專案 那這個專案打開之後 它是空的嘛 你什麼都沒有 所以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幹什麼 我們要先給自己設定一個高層 就是基本上兩層樓三層樓 那我們現在就不設高層的部分 因為知道二樓是350公分 那我們在這個樓層上面 就簡單的快速理解 比如說我們剛剛做了一個藏屋嘛 那一樣我們都沒有藏屋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 你要先給它一個定義 就是我在哪一個樓層做的事情 那通常我們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一定會有個基礎架構 就是說我準備要做什麼東西呢 就是我要先去做牆還是樓板 那最快的方式 如果你這個案子已經有平面圖了 當然你大概就可以把平面圖炸出來 譬如說我這邊有個樓板 那樓板是這樣子 尺寸是770公分 長是1770公分 那這個尺寸在前面 可能有一些 這個基地上不太一樣的尺寸 在這個地方 那後面可能也有 可能多少會有點斜角 這是我們台灣常見的這個藏屋 出現的這個內容 像這樣子 那我們這樣設定完之後 可以看到它其實預設會出現 我們把它叫出來 叫出來之後你可以看到3D 這個時候你已經有基本的這個牆體了 樓板的這個牆體的一旬的位置 就樓板了 那我們過來看這個牆 那牆呢我們就可以開始去定義好 就說我建築物是在這個位置 像這樣子 那你看在做這個的時候 它就可以知道說 大概是兩層樓 所以現在是兩層樓的位置 就1到2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給它做一個樓層呢 再加一個樓層給它 三層樓就出現 那這個板呢 你就可以直接讓它走到三樓 各位可以看到 像這樣子 你的三樓就已經出現 那在平面圖上面 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我們的門 譬如說我們這個門 現在預設有個門 所以我們將這個門先把它抓過來 這邊 預設有個門在這裡 那這個門呢 就可以直接裝在這邊 譬如說在這個位置 你看 同地可正好你可以看這個3D 我們同時都這樣看 這樣對大家講是比較方便的 我們把這個三個把它叫出來 先把這個右邊這個縮小一點點 等一下它用得到 你看你在做這個模型的時候 這一段 就看得到這個門 當然我們裡面通常會有隔間 所以假設 我們剛剛已經看了大概的邏輯 這邊已經有個廁所 那這一段 這邊可能會有個樓梯 所以我們其實不用去 我們其實不用去處理這個內容 譬如說樓梯我只要處理這一段 到二樓這個位置 大概就是到它樓梯的這邊 這地方 那你看喔 從這邊來看 這個舖面框打開之後 你就可以在這邊看得到這個內容 你看 剛樓梯這邊就可以看得到 這邊可以看得到這個內容 那這個狀態呢 就可以幫忙你 去了解說 你現在見的這個東西 是不是出現在這邊 所以從這邊看 這個角度 往右下角去走 就可以看到這個地方調整的位置 當然你同時間 你也可以去做一些你想要做的內容 譬如說我如果知道牆 我走到的是最Ending的位置 它就會往下走到後端去 所以看到這一段 這個其實是從一樓到二樓 可以看得到這個地方 這到二樓的位置 那在這一段 因為你樓梯如果在下端的話 你是可以去做個分割的 所以可以看到它其實分割是馬上就出現 這其實非常重要 就代表說 你今天這個內容 在這一段 它其實是直接就一次完成 我們過往在畫這個東西的時候 它其實牆是牆 樓板是樓板 現在這個東西你畫的時候 它其實是連動的 所以這個地方 譬如說我這樣做完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這一段 是可以馬上看到內容 那當然這個 以這個小住宅來講 它房間不會很大 空間也不會很大 所以正常來說 我們就是讓大家可以快速理解 這個大概要做的內容 當然是要依真正的東西去做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現在裝幾個窗戶 再看看 譬如說這邊有窗戶 我們先裝幾個窗戶 在前面後面 你看這邊就可以直接出現這個窗戶 再來我們再看一下二樓樓樓板 這二樓樓板 可能會有陽台或露台 所以我們 將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給架出去 一塊的這邊來 一樣的 你看這邊的三樓 就可以直接看到 3D內容 就可以看到這個內容 從你可證 我再將這一塊 直接複製到三樓上面去 你看這邊有了 因為我們要交的這個內容 並不是要讓各位 馬上要拿來做什麼事 今天這個整個課程的重點 是要讓各位可以透過你自己的設計模型 去產生一些效果 所以如果說我們已經有原來的設計圖的話 那我當然非常建議 你就這樣做 直接把你原來的地圖 就是地圖 我就拿出來 準備來去做應用 像這個地圖 我就有 那我就知道說 大概要怎麼去做這個整個框架跟內容 那透過這個東西 我就可以去建築好 建好這個模型 跟建好這個內部的關係 然後讓它呈現出我們要的效果 那因為在AI的加持下 其實像這樣的東西 它已經得到一個不錯的效果了 前提 我們可以怎麼樣進行 各位可以看一下 譬如說3D我可以拉一個這個角度 過來看它 你看這邊就有一個非常粗淺的一個圖縮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如果我們想要讓它出現我們想要做的設計 它要做什麼事情 它就可以去給它指向 譬如說這兩個 我再把它複製到二樓去 看到二樓 你看這邊就會出現二樓這個屋頂 那這一段呢它還幹什麼東西 你看喔 我們可以修改紫元素 譬如說我可以將這個地方往上拉 你看到往上拉之後 這邊跟著往上走了 然後再把這兩段 我們直接把它貼附到這個屋頂上去 你看它就變成寫屋頂的做法 甚至我可以繼續編輯它 把它變更大 所以它其實可以快速的出現不同的內容 除了這個之外 你看喔 我們剛剛不是有做一個板的關係嗎 我們其實也可以這邊抓一個板 譬如說這邊抓一個板 然後將這個呢 往上延伸 譬如說這個往上延伸到一個端點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往上拉上去 你看到這邊就出現另外一個 調節的內容 所以這一段的這個狀態呢 你可以看到它其實可以這樣做 當然這個板要怎麼設計怎麼處理 這跟你自己要怎麼設計有關係 我們現在是要讓各位快速的理解說 其實你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它是有機會可以看出一些你沒有想過的做法 譬如說像這樣子 那我們再把前面這塊板 再往外拉出來一點 讓它對齊 像這樣一個框架 我們把它做好了 然後我們抓一個角度給它 像Post組在這邊 我們換一個角度給它 把這個角度從這邊拉到這一頭 你看它其實角度都在同時變動 那我們抓這個角度 在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的高度其實還沒有做設定 所以高度我們先抓150公分的高點 然後出現這樣的結果 然後我們要進到AI 有個非常重要的前提 你不要給它太多的這種不必要的內容 我們就是想要讓它出現一些效果就好 所以我們現在稍微要給它種個樹 譬如說我們種個樹 譬如說我們種個樹 然後我們可能可以給它一些不同的植栽 在後端 來輔助我們去講一些空間的效果 你看像這樣子 這樣夠囉 然後接下來再把我們外面的地板 樓板 我們剛剛知道這個是其實在FL1 我們回到這邊來 我們給它一個低點 就是我們再往下降一個層級 我們先把它關掉 再降一個層級給它 這個給它一個更低的位置 因為我們現在可以講它外部的地板 所以我們要復時就好 然後來看這個位置 它就出現了另外一個Ending 然後我再把FL0這個地方 給它一個樓板 譬如說我現在給它一個大樓板 在這個位置 那這個東西它在FL0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其實有一個整體的內容 這樣子你可以看到這邊其實有一個架構 好囉 接下來我們把這放大一點 進到我們的AI的這個前提 那這個AI它是一個Virus AI直接進來的外觀 你可以看到它其實已經有一定的東西在裡頭 它直接抓進來了 我們可以這邊直接找一個 我們覺得很錯的 譬如說Timber Alton的Realistic 我讓它跑跑看 它會直接幫你把 你已經抓了譬如說窗戶 內容的架構 開始幫你做一些Render的狀態 那你會知道說 我在做這個設計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些變動的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還可以怎麼樣發展 它還可以去延伸進到第二個層級 就是我怎麼樣做設計 當然我必須要跟各位說 你在這個建模的時候 它有很多種可能性 譬如說像現在是第一個 我們再給它第二個 因為它現在還沒有給它太多的指向的東西 所以我們給它的內容可以很多種 讓我們也可以很多種的風格 譬如說像到這邊來 它這個已經剛出現第二張 然後在這邊再做第三張 我這邊再給它另外一個 譬如說給它縮緊的 就是縮緊的模型 像在做模型的變動 我們每個都跑跑看 那等會我們再往前走 譬如說像這個地方 你看出現了另外一種風格 那它就開始會去延伸出 你可能可以做的這種風格跟效果 然後你以為你給它的樹 你給它的人 它就會出現 譬如說你看畫質的風格 然後我們也可以再去等它一下 它會根據你已經可以找得到的這種狀態 給你看到不同的方形 譬如說紫模型 這個也是大家常見的 對學生來說 或是對你在做模型測試的人 這個其實看起來不錯 你看這個大家都知道 這個樹怎麼凹起來是那種效果 後面的背景看起來 是在牆壁上拍起來的效果是很好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看剛剛這個另外一種風格 下雨它都可以找得到 但其實基本上它是在同個基底下面 那除了這樣的發展之外 我們在想 因為這是非常入門的做法 所以我們不要把事情變得太複雜 但我們可以給它一點點風格 然後跟它講 這個是另外一個這種效果 這時候就來了 調整一下JRM Trouble Right 你把它加強一下 讓它變比較不一樣 然後我們來看看它會發生什麼事 你用這種方式去做 你剛剛所做的到這個內容 你看這個原稿 它的變動就會開始變得不太相同 我們去欣賞一下 剛剛所說的這幾個變動 有AI的加持 其實你很多前置所謂就會變得相當不一樣 那這堂課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讓各位 對於建模這件事情 產生一個非常輕易的感受 它不會讓你感覺 我好像為了要這個東西 要花很多很多力氣 那你要先理解這個介面 對這個介面稍微的感受之後 你看 你稍微給它Override多一點 它就開始幫你出現另外一種設計的內容 你把它那個Override再強化一點點 哇 它出現的東西就更不一樣了 但是你就可以開始去理解說 其實我可以拿它當很多設計的基礎發展 對我們來講 整個設計的內容會變得相當不一樣 而且可以帶著你去理解 當然不是只有這樣的做法 你的各個圖說都可以處理得到 所以我們這整個的課程內容 除了這樣之外 我要教大家幹什麼呢 我還要教大家可以做簡單的排版 你要知道大概排版發生什麼事情 你要知道你的圖怎麼拉出來 你要知道最後它可能可以出現各式各樣的圖說 譬如說我們在往後看 這個裡面的圖面索引 它大概可以出現哪些內容可以處理這個狀態 那這個裡面可以怎麼樣去做不同的架構的說明 圖說發展的時候 它圖說的排版可以出現什麼東西 方便你去溝通 方便你去討論的內容 像這樣子 你看可以有平面3D 然後內容可以去架構 那當然有沒有見到這個狀態 要看各位同學你自己的後續發展 課程有4堂課 總共有將近600分鐘 每一堂課兩個小時多 那我們會跟各位講怎麼樣去一一的幫自己做出來 你能拿真的來件是最好 拿不了真的來件 我們也可以給你案例 給你方法 讓你去提升你自己對這個的期待 那在這邊我們再繼續看剛剛的這個內容 我們Render完之後 它所獲得的這個回饋其實是很多的 而且其實你可以看到像剛剛這個地方在這裡 有沒有開始出現了 哇你給它比較大的變化 什麼給的東西其實是非常的有意境 所以如果對這件事情 產生了一個可以回饋的狀況 你就可以開始討論 而這也是這堂課 可以讓大家學到了非常重要的基礎 各位如果你是準備轉職的 你是畢業生 你是正在學校學習的學生 或者是你其實已經在公司已經有一定的經驗能力 你希望可以提升自己 所有設計的這個檔次跟整個的效果 注意這種整套的圖說對你來說 材料的印明跟變化對你來說 還有你裡面的這種圖說的這種標註詞對你來說 都是不一樣的 每個人經歷到這一段之後 再往上跳一些人生的境界跟看到的事情就不一樣 下一次我們再來看看這個地方 怎麼樣為你把自己的設計 把自己的空間效果 把自己想要串接的整個效果的內容 全部帶出來 謝謝大家